男人只是买了杯咖啡 却被付款机扣除了五分钟售 只因在未来世界 时间取代金钱成为了流通的货币 无论买什么都要支付时间 并且一分钟价值十美元 人们可以在手上看到剩余的时间 如果时间归零就会立刻死亡 这里的人长到25岁之后 生命就开始了一年的倒计式 如果想活命 就需要劳动获取时间 或者和别人互相交换 杰克出生在贫民区 这天他从床上醒来 发现时间只剩下一天 立刻飞奔向工厂打工寻命 途中他被一个小女孩拦了下来 小借用他一分钟的时间 但这已经是女孩第18次找他了 可杰克还是慷慨地给他刷了五分钟 随后快速投入了工作 可等他工作了一天结算工资的时候 老板只给了他半天的时间作为酬老 理由是他业绩不达标 这全都是老板一人的说辞 可杰克却并没有办法 他来到酒吧找之前帮助过的好友接济 可在要紧关头好友却拒绝了他 正当杰克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的目光被一个富豪所吸引 对方手上竟然还有100多年的寿命 杰克想寻求对方帮忙 可还没等他进入正体 几个时间大到就闯了进来 原来他们也盯上了富豪的时间 富豪表示会将时间给他们 但是在这之前想先上个厕所 接着便抱着马桶大吐特吐 这时杰克猛的开门将身后的保镖干翻在地 迅速带着富豪逃之夭夭 两人一路狂奔 在翻过一处铁栅栏之后 成功躲到了一间废弃仓库 确认安全之后 富豪解释了自己来到贫民区的原因 原来这个世界的时间一直被富人去掌控 他们把控着时间和物价 就是想让穷人替他们卖命 从而获得远胜 得知消息的杰克震惊不已 但又无能为力 等第二天醒来 他发现自己的时间竟然多了一百年 而富豪却消失不见 透过破碎的玻璃 他看到了正坐在桥上的男人 原来他偷偷将自己的时间送给了杰克 只给自己留下了五分钟 随后便在桥上静静等死 等时间归零之后 他纵身一跃跳入了河里 等杰克飞奔赶到时 对方已经死在了河道里 终究是来返了一步 如今有了充足的时间 杰克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把他们分享给妈妈 可他在公交站等了半天 始终没看见对方的身影 原来妈妈在交安房贷之后 时间只剩下一个半小时 而公交车却突然涨价 由原来的一个小时变为两个小时 没办法 妈妈只得跑步回家 另一边的杰克似有所感 朝妈妈的方向狂奔 眼看两人就要碰面的时候 妈妈的时间却归零了 他就这样死在了杰克的怀里 眼看妈妈去世了 杰克对平民区再也没有了留恋 准备前往富人区生活 等他支付了一年的时间 穿过重装关卡来到富人区时 却发现这里和穷人区 简直是天差地别 他还因此发生了许多意外 你知道未来世界 在富人区跑步是违法的吗 一夜暴富的男人来到富人区 下意识地跑了起来 结果众人纷纷投来了诧异的目光 还好男人及时停下脚步 这才没有被捕入狱 他走进一家八星级酒店 订了一年的总统套房 可前台并没有收取现金 而是取出时间机器 直接在他的手上扫取了六年的时间 原来在未来世界 卖东西不是支付金钱而是时间 男人因为一次意外 被富豪捐赠了一百年时间 一夜暴富的他 来到富人区最大的赌场 准备好好玩几把 他的对手是时间银行的行长 对穷人来说梦寐以求的时间 在他看来就只是一串数字而已 在比赛开始前 杰克将一百年时间全部压上 只留下二十秒开牌 似乎是胸有成作 好在结果如他所料 他成功地获得了一千一百多年的时间 就连行长也对他刮目相看 邀请他参加自己的生日宴 杰克欣然答应 他先是花费十年时间 给自己买了一辆豪华的钞跑 开着他直奔宴会现场 在宴会上 行长还将自己的女儿小美介绍给了他 两人欢快地跳着舞蹈 彼此都看对了 可就在这时 几名警察冲了进来 原来他们在河边发现了富翁的尸体 而且原有的尸间也被清零了 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 恰好摄像头拍到杰克就在案发现场 于是将他当成了嫌疑人 虽然杰克极力辩解 可警方还是强行消除了他的尸体 只剩下两小时审问 杰克知道无论如何 他们也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警察 再用手枪挟持了小美 他开着抄跑 带着小美一路逃离 警方则一直在身后穷追不少 好在杰克技术不错 成功躲开警车 来到了穷人区 可就在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 路中央突然出现了一排铁钉 他们就这样 连人带车滚下了山坡 直接晕了过去 这时候 几个时间大盗走了过来 这一切都是他们做的 看小美还剩十年寿命 二话不说直接夺走 等小美醒来之后 时间只剩下了五分钟 杰克的时间也所剩无几 为了活命 他拨打了行长的电话 威胁他拿时间赎回女儿 可行长和警方长期合作 哪能受他的控制 并没有给予回应 而小美得知父亲见死不救 决定和杰克联手干一件大事 一男一女穿着体面 却在路上干起了打劫的勾当 当乘客下车时 男人却抓起了女人的手腕 但你别以为他是劫色的 他打劫的其实是时间 原来 未来世界时间至上 买东西全部用时间支付 两人只剩下一天的时间 所以才在路边打劫 可忙活了一上午 他们就只打劫到了一天时间 看来 这条路子根本走不通 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抢劫银行 两人开着重卡 直接闯入了银行 将保险柜的时间机器 一溜烟打包带走 临出门前 还不忘提醒排队的穷人 让他们疯狂哄抢 一时间 大家都获得了很多的时间 当警察匆匆赶到的时候 两人已经趁乱离开了 到了晚上 杰克将打劫的时间 全部分给了穷人 但他知道 这些时间对于平民区的穷人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富人们只需要将物价调高 这些时间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原来在总行的保险柜里 存放着100万年的时间 为了实现劫富济贫的计划 他们再次驱车来到了富人区 小美之身一人走到大厅投降 行长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可下一秒就被一把枪抵住了 杰克和小美就这样理应外合 打得众人措手不及 在杰克的威胁之下 竟然来到了保险库 成功将密码锁打开了 映如眼帘的是100万年的时间机器 行长还想劝说杰克放弃 就算他强行改变了穷人的时间 可他们还是会承受痛 最终也会变成杰克厌恶的富人 杰克不为所动直接将时间机器带走了 两人回到了穷人区 将所有的时间分发给了穷人 却唯独忘记给他们自己留下一些 这时警察又追了上 两人在众人的掩护之下 成功地逃离了现场 可谁知警察很快又追上了他 就在对方准备举枪射击的时候 警察的时间既然到了 他就这样以戏剧化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而这时两人的时间也只剩下不到一分钟 杰克当机立断 带着小美跑向警车 并迅速在车内补充着时间 随后急忙将时间传给小美 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 但不同的是 这次有惊无险 两人都成功地活着下来 而被他们分得一百万时间的穷人 则一个个跨过时区 来到了富人居住的区域 打破了穷人区和富人区的界限 至于小美和杰克 两人又复制着之前的做法 继续过着劫富济贫的日子 电影时间规划局故事题材新颖 充分诠释了时间就是金钱 金钱就是生命这一永恒的主题 所以还等什么 好好珍惜自己的时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